現在開始幫各位複習的是反應速率跟化學平衡 兩塊,一塊是反應速率,一塊是化學平衡 但是有點小關係 來,第一個就是你要懂的什麼叫碰撞學說 第二個,你要了解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反應的速率 然後怎麼樣的影響 然後知道什麼叫可憐反應 然後知道什麼叫做可憐反應,然後平衡 然後,要平衡要什麼條件 Keyword的重點是勒莎特勒原理 勒莎特勒原理要知道 反應,可憐反應的平衡被破壞的時候 反應會如何的進行 什麼正反應、逆反應啊 然後被一堆東西到顏色變深變淺 就如此類的,也就是我們要學會的重點 然後第一個呢,我們就要講就是化學反應速度反應的快慢 反應的快慢 然後有一個叫碰撞學說 碰撞學說就是氫跟氧如果要變成水 氫跟氧必須要能夠撞在一起 要能夠碰到一塊 要能夠有碰撞 它才會有反應 同時的碰撞必須所謂的有效碰撞 有效碰撞 它才會有化學反應 必須要有效碰撞才會產生化學反應 這稱之為碰撞學說 好了,這個有的是本性上就不會發生反應的 就本性上,或者是活性很巧很難發生反應的 就在這邊跟本性有關 那本性是一個問題 還有別的因素會影響到 那我們後面再跟你說 好了,這個碰撞是不是有效跟兩個因素有關 第一個,碰撞的能量,撞的大小的力量 第二個是碰撞的位置或碰撞的角度 國中基本上不太提碰撞的位置跟角度 只著重在要夠大力的撞在一起 能量要足夠,這個碰撞才會有效 碰撞才會有效 所以必須要有有效碰撞才會發生化學反應 碰撞是不是有效 是跟它碰撞的能量 以及碰撞的位置或角度有關係 有關係 那,琴跟氧放在兩缸裡面 兩個桶子裡面 彼此都不要混合 沒有碰在一起,老死不相往來 它當然就不可能有所謂的碰撞 也不會有有效碰撞 所以不會變成水 如果你在常溫之下 把氫氣跟氧氣混合在一起 沒有點火 這個時候因為能量不夠的關係 所以雖然有機會碰在一起 但是碰撞是無效的 所以它也不太會變成水 但是如果你點一個火 它有一個足夠的能量 然後它會放熱 放的熱會使後面能量也會變多 它就會點完就開始很快就會 跟氧就會變成水了 因為就會有非常多的有效碰撞 所以反應就會很快的進行 就是用碰撞學說來解釋 我們的氫跟氧變成水的狀況 OK 重點要有有效碰撞 才會發生化學反應 碰撞是否有效與能量 以及碰撞的位置角度有關 那反應數就是反應的快慢 在一個時間之內 我們的反應會有多少 那你可以用反應物的消耗量 或者是生成物的生成量去看 國中因為不牽涉任何形式的計算 所以沒有量化 只有定性 就看看就好了 你就挑個容易碰的 容易碰得出來它有在反應的 不管是碰反應物的消耗 或者是生成物的生成 我們就找個容易碰的來看 那當然你的碰的東西不一樣 那你的單位就會不一樣 那是不重要 反正我們沒有計算體 我們只要碰就好 你就只要碰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們就看 找個容易碰的來看就可以了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這個我們做的實驗 牛帶牛酸那會產生黃色的流沉澱 我就看那個流沉澱 因為本來沒有沉澱 後來就有顏色沉澱 沉澱容易看 我就來看沉澱 知道反應快還是慢 或者呢 碳酸鈣加吸鹽酸產生二氧化氮 它冒泡泡 你看泡泡 看看泡泡產生的快還是慢 反生快的就表示反應會比較快 反應慢的超人會比較慢 所以呢我們就是用這個方法 來看它的反應的快慢 反應快慢 就是觀察它的反應的快慢 叫做所謂的反應的速率 OK